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八十八集天梨丹 光幕之内,成百上千个修士,纷纷神色慌张地望着天空 其中一个白发老玉,身子飞出,立声喝道 火焚国的道友,这是何意 战神殿杨森,身子轻晃,出现在光幕之上 他神色平淡,右手一抓 那光幕立刻发出不堪重负的枝嘎声 轻刻间破碎成片,消散一空 老玉目中瞳孔一收,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身子一闪间呢,已然掏出十里之外 但天空中的云层,漠然间凝集在他前方 化作成杨森的样子 他冷冷地看了老玉一眼 一语不发,大手一挥 老玉力笑一声,一拍额头 袁英离体而出 袁英刚一出现了 他的肉身立刻被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击成碎片 老玉心惊胆战了 他只不过是袁英初期 可对方的实力显然是袁英中期的顶峰 这等修为即便是宣武国内 也不超过三人 他甚至连反抗的心思都没有 只想逃过此劫 哼,你跑不掉 杨森轻哼一声啊,话不追了出去 杨森这里暂且不提啊 单说这山峰的光幕破碎后 火峰国驻击杰丹修士立刻一哄而上 见人就杀 也就是片刻之间啊,整个山峰血流成河 无一祸口 偌大的山峰此时完全被四大宗派占据 上万的弟子密密麻麻的站在山峰上 在他们的上空啊,除去阳空在内的十八位元英修士 飘然其上 战神殿纵醒修士 目光如电 语气中充满肃杀之意 沉生道 这是一场没有对错的战争 如果我们无法在三个月之内立足宣武国 等待我们的将是火兽破阵而出 火兽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没有了可供修炼的天地灵气 战神宗 邪魔宗 洛河门 诗音宗 在这一刻起 我们联合在一起 统称为 祸坟盟 但凡盟内弟子 主级期 每人均可获赠一件丹宝 接丹期 获赠一件元英级别法宝 战争期间 所有杀人夺取之物品 均属个人应有 盟内不会收缴一件 弟子们 这是一场战争 但我个人更希望 你们把它看成是一场侵略 一场为了生存的侵略 洛河门一个元英修士 单可几声 在一旁说道 除法宝之外 你们每人将会获得一块玉符 此玉符可记录你们的杀敌数量 反杀宁气其五层以上百人者 或注击其十人者 送中品灵石 十块 杀宁气其五层以上二百人 或注击其二十人 或结丹其一人 送灵药食品 洛河门元英修士中 走出一个全身干瘦的老者 他身穿黑袍 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 目光昏暗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精神 此时 他眼皮略翻 沙哑地说道 每个月杀敌最多者 可获天梨丹一枚 天梨丹三字一线 亡灵清晰地察觉到 身边几乎所有修士 均都是气息一重 呼吸略显急促 在马良的记忆中 也有对天梨丹的了解 这天梨丹极少 整个火焚国不超过三十里 是火焚国真品灵丹 可增加结丹几率 若是结丹期服下 提升境界时 可直接迈入稳定期 其内的几位主要 业已断绝 这剩下的三十里 还是从几千年前 一直小心地保存下来 接下来 约有五千修士 被分成数支队伍 分别接到各自的任务 王林也在其中 这些队伍 分散出击 向四周蚕食 所欲一切修真者 均都是灭杀干净 元英七高手 巡视四周 随时之语 抵抗对方元英七的修士 王林被分配到 第十大队的第八小队 第八小队 一共有成员近三十人 各属不同的门派 其中筑击其五人 其余均为宁气七 十三四层左右 带队的一人 是邪魔宗的 一个结丹期修士 战神殿中 不知为何 只有王林自己 他们接到的任务 是辅助第十大队 占领边境一处 中型灵脉 身为战神殿 助击其修士 王林获得了一件担保 这担保 说来威力并不大 因为发放的数量较多 所以基本上啊 每一件在质地上 差了不少 用鸡肋形容啊 那也不为过 在林离开的前一刻 封鸾唤人 把王林叫去 在一座别致的阁楼内 封鸾站在窗边 遥望火逢国方向 许久之后啊 跑出一枚玉剑 开口说道 红尔曾说 你在域外空间是极强 为何现在表现出的修为 只不过筑击中期 王林接过玉剑 神石一色 顿时面色古怪起来 这玉剑内记录的是 小半张地图 地图内标记了 火逢国北部七八个国家 上面还清晰地标明了 这些国家的修真等级 以及盛产何种材料 他沉吟少许 目光微闪 心底大致猜到了几分 对方话里的含义 凤鸾一百首 说道 这地图一共有三份 若你能杀死五十个筑击器修士 我会给你另一份 战争结束前 若能杀满一百五十人 最后的一份便给你 下去吧 王林二话不说 转身离开 凤鸾的话 他刚才已经猜出几分 在世上 没有廉价的师生 有的只是不平等的交换 相比较来说 火逢国的原因修士 尤其是这凤鸾 尚算有些人情味 因为周子虹的事情 替他拦下夺舍之势 至于地图 韩义很明白 王林若有那个本事 自然可以得到 如果没本事 死在战场 那也怨不得别人 王林本不打算参与两国的战争 但现在心底改变了主意 地图只是其一 那天离丹才是他的重点 可以增加结丹几率的丹药 王林势在必得 按照他的计划 另寻他地修炼 黄泉生俏诀 炼出三个寒丹之后 本就有较大的几率 成功结丹 但还是有一定的失败几率 王林对于结丹期 期望极大 一旦可以结丹成功 那么就表明 他将会成为 元英七下第一人 所以 他不允许有半点差错 如果能有天离丹辅助 加上皇权生俏诀 本身的几率 王林自信 结丹有至少八成的把握 想到这里 他目光中露出一股肃杀之气 火焚盟的入侵队伍 在第二天 就四散开来 十个元英七修士 徘徊在方圆万里之内 一旦有对方元英七出现 他们将立刻顺移过去 一队约三十人的修士 踏着剑光 迅速向着北部飞去 在一处荒芜的山峰上停下 一个相貌平凡 但双眼却不时露出 森森嗜血之色的老者 傲然地说道 第十大队的修士 已经开始进攻 灵脉内 玄武国驻留人员 想必对方定会有 前来支援支援 我们的任务 就是阻拦方圆五百里之内 一切通过这里之人 你等各自散开 若有发现 立刻通知我 说吧 老者盘膝坐地 闭眼不语 这老者 正是第八小队的队长 邪魔宗 揭丹初期修士 张自立 对于手下这些修士 他除了对其中五个铸鸡鸡 略看在眼里外 其余人等 一概无视 黄林脚下一趟 飞出老蚁 在一个树冠上落下 打坐土纳 至于其他人 也纷纷散开 各自寻找打坐之地 一时之间 四周出了轻微的呼吸声外 异常寂静 张自立睁开眼睛 轻蔑地扫了眼四周 心底对把自己安排在这里 极为不满 以他的想法 自己的位置 应该是在第一大队 去横扫他派山门才对 那样的话 油水自然充足 他眼下 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阻拦 说不定能不能 从这里经过的支援之人 实在是胆而无味 时间呢 慢慢地过去 默然间 王林睁开双眼 望着远处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此时张自立 也察觉到了异常 立刻站起身子 遥望远处 只见十余道剑光 急速飞来 张自立舔了舔嘴唇 张口吐出一道末光 那末光一现 立刻化作一把剪刀 他右手一挥 那剪刀立刻射出 与此同时 他音效几声喝道 啥 说吧 他脚下一趟 身子如利剑般送出 四周的第八小队修士 一个个随之冲起 拦在半壳 双方根本没有其他言语 一看到对方便立刻杀上 宣武国这十余人呢 没有结单期修士 全部都是助击期 他们一看到张自立 顿时分出八人摆下一套古怪的剑阵 把张自立围在其内 一时之间张自立无法脱离 被困在阵内 气得是怒吼大骂 剩余的七人呢 则与第八小队的修士 展开了战斗 王林目光冰冷 他没那个时间慢慢拖延 地图与天离丹 他势在必得 此时他身子一动 飞剑瞬间射出 电闪之间呢 从对方一个助击期修士的胸口 穿透过去 带起了一腔鲜血 极竟神识一散 剩余的六个助击期修士 纷纷眼中一按 紧接着飞剑闪现间 一一从这些人胸口刺入 在外人看来 这七个助击期修士 全部是死在王林的飞剑之下 却不知早在飞剑之前呢 这几人已经神识破灭而亡 其人身亡的瞬间呢 双方全部呆住了 不管是正在围困张自立的敌方 还是张自立 一或者是第八小队的其他成员 全部都以不可思议的目光 投在了王林身上 那把索命的飞剑 此时正盘旋在王林头顶 散发出森森寒意 围困张自立的八人呢 面色立刻苍白 其中一人敌喝道 撤 紧接着 八人迅速后退 不顾一切的逃顿而走 张自立看了王林一眼 目中露出些许忌惮之色 他自认没把握眨眼间 杀掉七个助击修士 内心猜测 王林定是隐藏了修为 以至于看起来是助击中期的样子 他心底暗骂 但转念一想 这方法还真好用 说不定敌人大以后啊 可收到奇效 不过眼下这些啊 都不重要 那八个助击期修士啊 刚才不知摆下什么见证 居然可以把他一个结单期修士给困住 这等事情啊 太过有损颜面 尤其是在自己队员跟前 张自立面色阴沉 身子向前移送 追了出去 眼看就要追上了 那八个助击期修士啊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术 忽然间全身冒出乳白色的气体 这些气体一出现了 立刻缠住他们的双腿 速度顿时增长了一倍有余 张自立冷笑 双手掐印 在自己的胸口一按 顿时一颗散发浓浓灵气波动的金丹 从他口中吐出 随着他右手一指 金丹立刻带着阵阵风雷之声 轰轰然冲了出去 眨眼间便追上八人 连续撞击在三人身上后啊 金丹收回 那三人口喷鲜血 身子立刻从半空中 一头栽下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秘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冯宝宝 后期制作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